我们今天讲一个全新的课程 这个题目我想了半天 还是把它定成耶稣基督法脉修炼的秘密 因为今天耶稣基督的法脉已经分成了很多的教派 光基督教就有很多教派 那么何况还有天主教 东正教 包括天主教 东正教各自也有很多的教派 但是这所有的教派都从一个人来 这个人就是圣者耶稣 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高级白领 那都上过大学 或者至少上过中学 那么对耶稣这个人我大家并不陌生 首先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怎么成圣呢 当然我们从宗教的角度相信他天生圣人 那么他是天生圣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凡夫 他是圣人的种子 我们如果是凡夫的种子 那他怎么能教会我们呢 而今天呢 仅仅的把耶稣的法脉 耶稣圣者作为一个神明或者作为一个圣者去供奉 或者信仰 那么就背离了耶稣基督当年活着的时候的心愿 大家知道耶稣基督 他正道之后 这个他回到家乡 回到西方 开始传播基督信仰 基督教法 那么受益他的这个教法的人不计其数 他教的人都是像你们在座的各位的普罗大众 都是普通人 但是他教给他们获得永生的方法 教给他们成为先知的方法 那么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 他收了十二门徒 通过门徒 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 把他自己的从凡夫到圣者的整个过程 那么传递到今天 那么尤其是通过这个教堂 那么这个全息的记载 教堂上的这个用金 银 铜 标速 那么把这些耶稣活着时候的教法 完整地传递到今天 可以让我们这些追随者向圣人学习 乃至成为他那样伟大的人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法脉的时候 这是一个法脉传承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法脉传承 有我们耶稣基督的传承 那么也有印度圣者的传承 也有中国圣者的传承 那么也有伊斯兰教 伊斯兰国度的圣者的传承 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的不同的角落 不同的地区 他们需要用他们熟的语言 熟悉的文化 知识 帮助大众觉醒 说东方圣人 西方圣人 他成为圣人 都和我们凡夫有一些不同 那这些不同之处在哪里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耶稣基督法脉的 这个修炼秘密的揭秘 让大家充分地掌握 这个耶稣的心愿 耶稣的传承 那为什么 这个世界真正明白圣者心意的人不多 那么整个耶稣基督传承体系内 在全世界有二十多亿人 那么一个真正的发了大悲心 愿意利益所有众生的人 不会舍弃一个人 何况二十多亿人 这二十多亿人 他们习惯也他们的文化环境 习惯也他们的信仰 你只有明白 他们的经典中 隐藏的秘密 才能帮助他们 了解自己的身体 了解自己的心灵 掌握身心两大系统 那么最后完成 成圣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再继续 再继续